接下来区里走透透的单元,要带你来认识文山区的新家里。 来到文山区新家里的环保公园,眼前这一大片的花草树木和空地,成了附近居民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 绿地花草在里长和环保之工们用心的维护之下,显得神意盎然。 很难想象这里原本是杂草重生的老旧军方宿舍。 这块土地暂时就借用给我们新家里,那我们就拨了一些预算跟环保署这一边配合,我们把它整理成现在看到的这一块立地。 事实上由最破旧的而且蚊虫都很多,然后真的很张望,没人敢进来的一个地方,变成一个社区的一个环保公园。 事实上每一天都傍晚的时候,看到小朋友来这边玩,自己当里长了,其实心里面也蛮高兴的。 因为新家里全是密集的住宅区,所以里长特别重视居家环境问题。 在99年防火象改建的同时,除了重新铺设地砖之外,还特别加装灯具,不只让防火象夜晚的景色更加美丽,也因为变明亮之后,更加改善里内的治安。 那这一些防火象的灯具呢,主要除了照明之外,还有美化环境。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防止一些萧小,在防火象里面胡作归归。 那从这个灯在前一两年做好之后,事实上我们社区里面的治安也改善了许多。 大马路旁也能拥有难得的绿色步道,就是因为新家里的里长刘宗勋是环保职工中队长,在区里座谈会上提案,把海巡署退缩10公尺的用地,改建成长达250公尺的绿色走道,提供给行人和民众多一个悠闲行走散步休息的场所。 周边的围离更特别采用镂空式的设计,让军方用地更加贴近民众。 现在各位看到的我背后的这个绿带呢,就是将近有250公尺长行的绿带,事实上是台北市目前唯一比较长条形的,在马路边的,类似这个公园啊,而且可以大家休闲啊,在这边散散步啊,坦白讲,以文山区这一方面来讲是比较比较特殊的一个绿带。 里长刘宗勋担任新家里里长10年来,只要里民一有问题,马上冲到第一线协助帮忙解决,认真积极又用心服务里民的精神,赢得许多民众的爱戴。 中家台北新闻李依如,采访不到。